大家好,今天是大年初五了 在新加坡各个部门的单位都已经上班了 我们国内的人还在幸福的度着假呢 据我所知就是在国内的公务员 就是公检法这些 他们都是八天初八才上班的 很多的店铺呢 有一些也都是初八才开门的 在新加坡这边就是小的 就是初三就已经开门了 可能也有一些呢 就是回国内 也有一些是我们中国人移民在这边 然后他们回去时间要久一点 所以他贴着 有的是过了十五 也有的是初八才开门 在这两天来新加坡旅游的人 估计是有一点会干扰了 因为最近两天老是下雨 同时我也看了这边的新闻 我们他们这个春节 因为开放了 开放免签了 我们中国人也被新加坡 带来了几十亿的收入 旅游收入 我是没有太详细的去了解 但是我有看到 我的姐妹也好 还有我记得我是年二十几 搜索了一下广州到新加坡的来回机票材 大概不到三千块钱 但是我这两天看到三亚 我们国内三亚的那个机票 到哈尔滨也好 到国内的那些机票到涨到了 七千多一万多 还有酒店都是三千多新币 哇我都吓了一跳 因为这个价格呢 真的是已经是翻了几倍了 我不知道新加坡这边 它有没有国家干预这些房价呀 还有一些价格啊什么的 但是在国内 我就知道一到过年过节啊 都会翻倍的涨啊 所以我有劝过新加坡这边的朋友们 我说你们不要再节假日 十月一号是我们的长假 也是七天春节也是八天 你们不要选这样的日子去 因为真的酒店都是翻倍的 我这样提过以后 我看了国内的新闻 然后我就发信息 跟我国内的酒店同行们去聊了 我说耶 今年你们大赚了赚翻了 他们也是说 今年是真的报复性消费 就是从今年的旅游业 因为全国的景点 都是爆满 我相信新加坡这边通过那个抖音啊 还有那些新闻啊 也看得到我们国内的景点 也都是人满为患 到处都是挤得不行 所以呢就是 他们的酒店生意也是很好 而且价格也是已经翻倍了 我就记得之前我做酒店的时候 我们平时可能是在一百多人民币的 到过年过节假日都是涨到六七百 这是黑心的商家 这个是每一个酒店行业都会有的 因为一年四季 就是赚那几天的钱 所以呢就是 我是这样觉得真的怪不得这么多人 选择了出国游油 我看出国的价格 不管是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 还是泰国这些 应该都机票啊来回应该都不是太贵 但是你要想一想在国内的机票 已经上到了七千多人民币 那大家里面会选择出国吧 因为出国也没有那么几 其实在新加坡来玩的大家呀 如果你们要是在新加坡的话 你们可以选择那个 只要有主屋的都是附近会有那个咖啡店 和那个小贩中心啊 咖啡店就是我们说的也有那种炸菜饭 小贩中心也 它是会比较便宜的 那如果你要是去吃那个炒菜呀 吃我们中国的火锅啊那些的 那可能会相费来说会高一点嘛 因为他们有一些店大的 还是会收服务费什么的 其实吃来说真的小贩中心啊 这些真的不是太贵的 这两天在新加坡玩的 你们要注意带伞哦 因为天气不是很稳定 我有看到头条上很多种文章啊 但是也是夸得多 贬得少 就是夸了新加坡的吃啊 景点啊 还有新加坡的街道啊 还有新加坡人啊 我也是很开心的是 他们自己亲眼所见了 亲身经历了 就不是听我说的了 对不对 同时呢我也在关注着 新加坡这边的朋友 从我们国内回来 对我们国内的一些评价吧 不管怎么说 真的是 跨我们的国家 好像跨我一样 然后跨了新加坡 我就感觉到我没有 同时大年初五了 大家不要忘了去 拜财神哦 今天是财神日 祝愿所有的人啊 2024年都发财 都健康 平安 加油啊 2024年 心想事成